我真是信了你的鞋 才会把这个戒指当真 周氏 我们赢了 周氏 周氏 你到底怎么了 胜利期就这么夸张吗 你以前不这样 我 你是不是也觉得 对 他俩有问题 算了 有人在我不想多说什么 我们还要带他们去下一站 走吧 我 学霸就是学霸呀 那今晚 其他的地方 我们还去吗 我 听说 今晚归下雪 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陪你散散心 好啊 刚好我也想去一个地方 走吧 这里的感觉 还熟悉吗 当然啊 我们第一次见面 就是在桥上 跟桥的缘分 还真是奇妙啊 好 如果当初 我没有策巧经过 是不是 就没有后来的事了 我不这么觉得 有时候我在想啊 应该就算所有的事情再来一次 我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因为治病 不是啊 因为 因为 因为你是我喜欢的类型 可能 就算只看脸的话 也会一见钟情的 所以啊 你只需要出现 其他的 交给我来不及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要相信我就好 相信你 什么 相信我的一切安排 都是为了你好 那你有没有骗过我 哪怕是为了我好 你想知道什么 我就问一个问题 策划举报我的人 是不是你 一定要这样吗 先回答我 我回答了你 又能怎么样呢 如果我回答你说是的话 你打算怎么做 是我先问的你 为什么你会私下接触 杰森吴的秘书 为什么他处理完我的事 转头就离职进了你的公司 就连举报我的学生 也拿到了云马海外的交付 这一份 看起来 失业的行就只有我 周氏 你不用说 我替你说 你受不了异地恋 于是就抢先替我做了决定 毒死我的路 就是你所谓的安排 有的路 未必适合你 适不适合有我决定 你凭什么替我安排未来啊 你的未来里 难道就不应该有我吗 我也只是为了我的感情 也在做努力而已啊 你的感情 是你的私心吧 说白了你就是不相信我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为了工作而抛下你啊 你一年前就已经抛下我了 以前是我太天真了 但现在不会了 无论有什么方法 我都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你包括这个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才会把这个戒指当真 你为了你 我以为你 你干吗 觉得自己没错 就不要追我来 我没错 你要走就走 我不可能跟你道歉 随便你 这大狂 谁先回头是狗 死丫头 别以为我会去追你 没人都没有 这我不信 你能撑过三秒 你能撑过三秒 你知道吗 心疼只是 是坠落的 你心都想 你知道吗 才永远我 全都明